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本台 驻美国中心站的记者吴汉英 那么请他也介绍一下 西方的一些主要媒体 对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的这种关注 汉英你好 你好 鲁建 给我们介绍一下 西方媒体对这次的 在海南三亚举行的 这次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会晤 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好的 这次西方媒体 是非常关注 此次金砖五国峰会 我手里就是今天的华尔街日报 上面也登在文章表示 本周在中国举办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将提供一个平台 让新兴经济体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文章指出 金砖从产生时的一个概念 到今天发展成一个组织 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另外媒体也关注了 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问题 像纽约时报也说 金砖五国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使得 南南贸易发展的 更为均衡 有经济学家也表示说 如果南南贸易能够发展的 更为平均 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而且对平衡世界经济 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彭博新闻社的文章 也表示说 金砖五国将呼吁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金融组织 包括世界银行 和国际贸易基金组织中 行使更大的作用 随着金砖国家的影响力 不断增强 经济学家也表示说 金砖国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他们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也在不断地提升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里 也请来了一位嘉宾 正在美国哈佛大学 做访问研究员的 王辉耀博士 同时王博士 他也是中国与 全球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们知道金砖国家 本来只是高盛的经济学家 提出的一个经济学名词 现在也成为了 经济大国的多边合作的机制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实际上十年前 当高层经济学家 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 就是处于他们一个 研究的一个概念 新兴国家的一个概念 但是随着这个十年来 这个概念慢慢演化成 一个区域的 一个合作的 一个经济的概念 那么多边的一种机制 包括这个里面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印度 包括了巴西 和现在也有新加州的南非 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是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既不是一个地域的 政治概念 也不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比如说亚洲 传统的亚洲 西方或者说东方 这样的划分 而且它把这个 不同的经济体 不同的这个 就是包括这个 不同的体制的国家 都通过这么一个概念 把它们这个 集合在了一起 而且通过这种 一种经济上的概念 可以说是一个创新 而且对于这个 在中国在这个机制里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和加强和这些 这个新兴发展中国的合作 我觉得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这样一个新的体制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对于未来国际 这个格局中 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也是 这个金砖领导人峰会 首次在中国举行 同时也是这个南非 加入这个金砖国家的 这个合作机制后 第一次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那么这一次峰会 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是有个 很特殊的意义 就是说金砖这个四国 原来还是局限在四个国家 那么这次这个南非的加入呢 我首先在这个地域上扩大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金砖四国 扩大到了非洲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一次呢 就是说它还有了这种 增加这种新兴国家的这种机制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就说明以后可能还可以能增加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还有其他的发展中 很大的国家 新兴发展中的 比如说像印度尼西亚 印尼 它现在这个 在全世界人口第四大的 第四多的国家 而且它的这个 这个人均GDP 到了3000美金 所以像这样的国家 以后都有可能成为这个金砖五国的 这个新的成员国 那么这样一个新兴的国际组织 代表着新兴的 这种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 我觉得在未来 会对整个的这个经济世界的 这个格局 特别加强这种南南的合作 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目前呢 也有媒体预测啊 这个金砖国家呢 可以成为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火车头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 在过去这这么多年 包括这些这几年 中国在这个里边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体 现在基本上 这也相当于差不多是 三倍这个巴西的这个经济 这个这个GDP 差不多这个四倍 印度和这个俄罗斯的这种GDP 甚至十多倍 这个十五倍南非的 这种这个经济体的这个GDP 那么我想呢 就是说这个这里面的 这些经济体的GDP 都在不断地增加 不断地扩大 那么对于这个世界经济的 这个火车头的这种拉动 会起得越来越明显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些而且这些国家 都在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这个国际组织 不同的格局中间 发挥这种独特的作用 所以说他们如果 这个集合在一起 如果达成共同 达成共识 有这种共同的力量 来推动这个经济的话 会这个对中国 对不仅是中国 乃至这个世界的经济 都会有很大的作用 特别能帮助这个发展 发达国家 能够走出这个金融危机 有的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是推动作用 那目前呢 世界也是非常关注 这个金砖国家的作用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今后 在全球范围内 来参与制定规则 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 一件事情 我觉得比如说 现在这个G20的这个峰会 前这个通过金融危机 诞生的G20峰会 那么金砖五国都在里面 那么这里面 如果这金砖五国 在这些国际重大的议题问题上 达成共识 有了一些新的这些建议的话 我就会在国际的这种机制里面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 这金砖这五国都是资源大国 都有非常多的资源 而且它们会非常互补性 包括在国际这些价格上 这些资源的这种 互补上和需求上 都能有更大的发言权 那么可能改变 就是以前以往 由发达国家 纯粹发达国家 说了算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新兴的这些发达国家 工业化国家 能够在国际的这些资源 合作和这个贸易方面 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特别包括多边的 在国际的这种新的日程的设定 和这种多边的贸易的协作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王博士 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析 现在我们把时间 交还给北京演博士 好的 谢谢吴汉英 也非常感谢我们 在美洲中心站的嘉宾 给我们所做的这个分析